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一向来的圣堂注意 领域注意这个文明 然后领域的领域 大家的诚实要遵守 那么就话不多说 就请两位老师 我要拿着这个奖吗 可以拿着 首先那个很高兴能够来通识课 做个这个讲座 当然我们也要称称热点 尽管我可能自己有一点点流量 但是还是不够的 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团队 首先感谢那个 今天和我一起到场来介绍 我们这个工作的王仲元老师 当然我们还有 管靠我们两个人也是做不完的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 有大概有四到五个人吧 包括以前的团队 然后我们还要感谢中间 给我们提供数据收集的 来自济南大学 陈定定老师的那个海图研究院 非常感谢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此前获得的所有的资助 这东西都是特别花钱的 说白了 我们这样的项目是拿不到任何申请的钱的 因为咱们目前那种科研体制 基本上不支持我们这类的研究 我可以这么说 所以第二个呢 我会想说就是说 做预测的人呢 就是错与对都要公布 不管你觉得你自己会对还是错都要公布 否则都不算 就是而且都要准备打脸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微信圈开个玩笑 我说这个做预测的人呢 就会很快就知道人间冷暖 你会知道谁是你的针粉 谁是你的甲粉 还有一堆人等着打你的脸 只是不好 平常不好意思说 各种各样的 但是呢 这个就是说做科学的坚持 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同学 可能不一定来自国务学院 那么总体来说 我认为这个社会科学呢 在相当长的时间呢 应该说在90年代以前吧 中国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 那么现在的中国的社会科学呢 应该说也基本上还在追赶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某些局部 说不定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 那么我相信我们做的某些东西 已经至少接近 甚至超越世界前沿的一些研究 那么这种研究呢 事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能够 叫take risk 对吧 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冒险精神 或者说科学的本质 就是这个 the willingness to risk failure 就是科学就是 science is the willingness to risk failure 就是科学 你就要冒着失败的这个风险 如果是你还没做 你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功 一定能写出一篇文章 这就不是science 我们今天讲的呢 大概会分成四个主要的部分 我会讲两个部分 然后剩下的两个部分 会由王中元老师来讲 主要我会讲前面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比较简单 叫一个饭局 我会讲讲我们这个研究的历史 然后我会第二个 我会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ABM 然后为什么我会用ABM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里边它有很多是一种 我个人认为是一种独特的思考 我相信我们这个方法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 而且我们也不是今天才做的 我们从16年就开始做 而且我们之前已经发布了 包括今年这次 发布了五次选举预测的结果 都是在提前几天 因为我们第一次是提前六七天 后来觉得可能会有政治风险 那么后来呢 我们就是提前那么两天 或者三天左右发布 但事实上我们的很多结果 在几个月前就都有 只是我们不能发布 然后中原会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以前预测的表现 另外一个会讨论 就特定的这次选举预测的一些误区 比如说义乌指数有没有用 有不有义乌指数首先是 然后呢我特意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不会过多的讨论美国的内政 我们也不会讨论中美关系 那么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过于敏感了 我们就不回答 这也是可能的 好吧 OK 这首先真的是一个饭局 就是这个做法 用ABM这么做呢 就是说 一个肯定是跟我以前 就是我以前都是学理工科出身的 所以就是对技术还是比较喜欢 那么后来我尽管转到社会科学以后呢 但是一直觉得社会科学的很多做法 其实是可以有更加技术化的做法 那么这个关于选举预测 其实我以前是从来不做选举的 我也不研究选举 那么真的是就是一次饭局 特别是跟一两位研究台湾选举的 包括来自台湾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 那我就在饭局上可能也许喝了一点点红酒 然后我就说 我是你们这研究多没意思啊 拿点选举的结果 弄点民意调查 然后做点回归 多没劲呢 对吧 要不我们做一个东西让你们失业得了 就真的是这么来的 那么当时呢 其实我们已经在 这个大概是在15年初左右吧 就是但是在此之前呢 我们确实复旦大学复杂决心分析中心呢 已经用ABM在做一些尝试 而且我们开发了一些不同的演算平台 那我直觉是觉得啊 这个ABM是可以用来做这个选举预测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 它跟ABM的这个方法的本身的这个能力有关 所以我们首先会介绍这个就是ABM的这个方法 我先不让大家看这一张 就是ABM 英文就叫Agent Based Modeling 它是一种计算机模拟方法 这个方法呢 其实在19 最早的一个方法可以应用吧 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974年 这个Thomas Schelling 就是德诺贝经济学家的一位学者 他在发表了 他在那本书里面 叫Micromotives and Macro Behavior 他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在美国的那些 有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社区 慢慢慢慢会变成segregation 而且这个就是分离制度 就是白人只居住在白人区 黑人只居住在居住区 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意思说这个结果完全可以没有任何宏观导向 也就是说他不是政府去支配的 就是个人的行为 那么他当时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做法 就是用硬币 就每一个硬币代表一个家庭 然后这个家庭比如说正反两方面 一个正的 比如说是白人 反面的是黑人 然后看这些硬币会怎么最后 通过一段时间会怎么排列 那么这个方法后来在1981年的时候 注意到这两位都是政治学家 或者说偏政治学 谢林金光得的是经济学家 但是他的最主要的建树 估计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 其实是对核威慑理论的贡献 然后这个1981年的这个是 就是Robert Axeloy 他是就叫所谓的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 叫合作的演化 这篇文章其实也是用ABM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想让人合作 比如说我跟王中元老师要合作 但是人都有可能不合作 对吧 特别是注意到 伤害大家最深的都是什么 最幸运的人 所以幸运是一种非常值钱的东西 它有两个两真意识 一个你可以利用信任去赚钱 而且特别是通过伤害别人赚钱 但另外一方面 你也可以通过信任共同 获得一些好的东西 那么Axeloy那个文章 也是用这个ABM来做的 但是注意到 在相当场的时期 ABM这个方法 并没有在社会科学中 引起特别广泛的应用 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时的整个的计算机的能力不行 就是它的计算量 计算能力不够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做的 我们等会也会介绍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算三亿个模型 然后最后塞出来变成300个模型 这是一个巨大的计算量 在2000年前 基本上都是不现实的 就是你用服务器做是来不 行不通的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东西 都必须在云上去算 所以这个ABM这个方法 尽管有 就是在70年代就开始有 但是真正开始 比较广泛的应用到 一些这个社会的 科学里边的这个演算的话 基本上到2000年以后 而且开始有了比较普及的 这个就是演算平台 比如说可能有的同学 如果是学计算机的 可能知道 Repast NetLogo这样的 这就是比较早期的一些ABM平台 那么为什么我认为 ABM可以用来预测选举呢 就是因为选举本身是一个 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 就是你看是每一个人投票 然后最后产生一个最终的结果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任何一个选民 对最终的投票结果的影响 基本上是零 但是呢 所有的这些人去投票了以后 它就会产生一个宏观的影响 那么ABM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第二点呢 是ABM 它这个顾名思义啊 叫Agent Based Modeling 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基于Agent 就是基于行为体 它和可能比如说 宏观经济学里边 我们称之为这个 比如说这个 General Dynamics 或者是这个 投入产出模型都不太一样 ABM是 它的核心的 这个 造就这个宏观结果的 就是Agent 就是行为体 而这些行为体 可以被赋予一定的特质 比如说年龄 性别 教育程度等等 然后他们会有一定的规则 去做某些事情 那么这里边某些事情 可以是相互作用的 也可以是 相互作用可以有大有小 比如说在 在这个选举里边 它这个行为主要就是两步 第一步它要决定投不投票 去不去投 第二步就决定 投给谁 那么这样的一种过程呢 我们认为 就是我当时的直觉认为 是可以用来去计算 这种选举结果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摸索 有些历史 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所以刚才已经提到了 就是 这个 首先我们能够 在计算机里边 生成模拟的选民 这些选民会被赋予 这个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 种群等等 然后 注意到我们会用这个 它生成 比如说我们生成100万个选民 假定吧 比如说西福尽利亚州 100万个选民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 这100万个选民里边 每个人是具体是什么样的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知道 比如说它有49%是女性 51%是男性 那我们就在 生成的100万个里边 有49%是女性 51%是男性 同样的 我们去赋予 这个年龄啊 什么等等 那么也就是说 它根据这样的东西 它就生成这么一些 所谓的叫artificial的agent 那每一个agent会具有一定的这个属性 这些属性 它就会使得他会对他投不投票 投谁的票产生影响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计算 这一个选民 或者说这一类选民 比如说他是男性 白人 41岁到60岁 然后是从事 比如说制造业 他会怎么投票 我们不一定非要知道 确切的他是怎么投票 他只是在一个概率区间就可以了 然后通过这样的这个做法 然后再整合 这个就非常政治学了 就是说他跟执政周期有关 跟重大事件有关 跟社会宏观因素有关 也跟当然也跟候选人因素有关 执政周期很容易理解 就是通常认为 一个在位的这个领导人 他拥有更多的 我们称之为在位优势 然后很多时候呢 但是呢 如果一个党 他连续在上面做了两届了 那很多选民可能说 就是说我们要换一个党 对吧 所以他跟这个 这跟政治学有关 重大事件很容易理解 他可以是比如说像911 2008年的金融危机 包括这个去年末到今年初开始的新冠 这些肯定都属于重大事件 社会宏观因素也很容易理解 就是比如说经济增长 犯罪率 这样的东西 候选人的特征 我们简单都可以称之为叫颜值 就是漂亮的人通常更容易获得仰慕者 帅的人更容易获得这个投票人的支持 这个是有很多充实的证据的 事实上 那么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些东西让这些人去投票 那么投多少次呢 你可以任意的 比如说100次 500次都可以 然后他就会投出一个结果了 所以整个这个系统的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部分 其实最最开始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数据 这个是我们花很多时间收集这些数据 然后所以比如说我们对我国台湾地区的预测会越来越好 就是因为我们的数据会越来越多 相反我们的美我们对美国是我们从18年才开始 那么今年是18年我们是预测的是两个州的参议院选举 然后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对美国的总统选举的六个州来进行这个预测 所以数据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全 那么慢慢慢慢的你可能做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通过数据库然后初始化系统 这个初始化系统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深层选民 然后再通过一定的做法来算出他的这个基础的投票规则 以及宏观的一些规则对这个投票结果 以及选民投票的倾向的这个影响 然后不断的去投 投到那个一定程度 然后怎么办呢 就使得这个结果一个要稳定 另外一个能够接近历史中的选举结果 因为历史的选举结果我们是知道的 就比如说上一季2016年 那个奥巴马得了百分之多少的票 然后这个特朗 不是 西拉里得了百分之多少的票 然后这个特朗普得了多少的票 08年12年都是有历史数据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模拟呢 就可以去试图去越来越趋近这个历史的投票结果 好 所以具体到今年这个我们对六个州的预测呢 是主要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宏观数据 就这些啊 当然还有更多了 人口数据基本上就这五个维度 而且现在由于这个计算机算力的不够啊 就是就即便有了云 事实上我们的对计算的要量的要求 还是使得我们限制了我们很多做法 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股脑 把这五个维度的范进去算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啊 然后当然还要加上一些突发事件啊 然后基础的做法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那么所以我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我们核心的这个结果啊 我喝口咖啡 我们核心的结果呢 是对六个州的选举的预测 而且我们的核心的结果 不仅只是算谁输谁赢 而是要算他们的相对得票率 就是说相对得票率什么意思 因为他其实比如说美国 他可能有的州 他会有第三党 甚至第四党 第五党参与这个竞选 那么这部分的选票呢 如果你用绝对值去算是不对的 所以真正我们要关心的是说 假定就只有两个人 就是只有那个特兰普和那个拜登 他们两个人的相对得票率 那么我们也当然理解 在座的各位和普通的民众一样 最关心的不是我们这六个州的相对得票率的准确 更关心的是什么呢 这是那个大选的最终结果 所以我们为了满足各位的这个好奇心吧 所以我们也去算这个最终的选举结果 那么那部分怎么算呢 显然我们没有钱去算五十个州 甚至也没必要 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州 你不需要算 怎么算都是民主党 所以你也不需要花这个钱 但是确确实实 比如说这次有十几个州 大家认为是所谓的叫摇摆州 或者叫battleground 他们叫就是值得争夺的这个州 那么那些州呢 我们并没有那么多钱去算 我们现在基本上算一个州 大概要花掉六七十万到七八十万块钱 所以非常多的钱 所以唐老师过去多少年的这个研究经费 基本上就全部百分之六七十 全部砸在这一个项目上 不断的从15年底 15年初开始 所以很多很多这个我们的做法 就是不断的这个 把我们这六个州的数据 这六个州 我们就完全根据我们的ABM的这个模拟来计算 但是剩下的比如说还有七八个或者是具体的多少个 我都没太记住 就是剩下那些摇摆州或者Battleground States的那部分 我们只能用现有的民意调查数据来做 但是我们的核心预测结果是跟民意调查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过程呢就是 是这个是路线 路线呢就给大家看一下 也前面看不到结果的 所以他 你看到了一定时候 他就开始投到 因为你一开始投票的话 他投的人太少了 知道吧 所以到后来他就开始出现结果了 这是都是这种计算机自动计票的 都不需要我们去做了 当然我们现在只算这两个候选人 其他的候选人我们也是不考虑的 所以说到这呢 我可以稍微提到一下 就是说 凡是说不出是预测方法是什么的 那不是科学方法 就至少是预测是不科学 那就跟你看相 看这个看水没什么区别 对吧 就是我说我预测了 你是预测了 但是 你在看那个一个甲骨 是吧 你在看一个Crystal Ball 你在看一副扑克牌 而且甚至我们说 凡是能够 就像我们这样能够展现 左边是程序 右边是结果的 这才是比较 说严格意义上的 能够用模拟做出来的这种结果的这种做法 这个当然只是一个demo 给大家看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大致这个程序是怎么乱的 我得把它停掉才能继续 OK好 所以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我们 这次呢 主要是六个州 然后剩下的44个州 我们呢 就基于他们的民调 其实我们真正要算的 也不是这44个州的所有 而是其中那些 所谓的Battle Grand States 在这我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算 Missouri Indiana和那个West Virginia 这是因为我们最开始 2018年收数据的时候 我们也得找人收数据 事实上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力 没有那么多经费 能够帮我们收集这些数据 所以我们呢 而且注意到2018年 我们得算 有参议院选举的州 并不是 因为美国的参议院的选举 和这个总统选举的cycle 并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呢 当时就做了三个州 而事实上 我们18年在预测公布的时候 只公布了 Missouri和West Virginia 两个州 当然West Virginia 后来比较有趣 就是说它也是一个传统 是一个非常民主党的这个州 后来变成共和党 那么因为我们不想浪费 那三个州的数据 所以我们在这次也继续 用这几个州的数据 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用哪个州 其实对我们是没什么大差别 因为我们关心的是相对得票率 而不是某个州赢和输 比如说我们去模拟加州 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算的是那个模拟 就是相对得票率 那么当然 这次我们肯定是非常重视 这个Michigan Ohio和宾州 所以 而且也就是在这三个州 我相信 特别是最开始开票的时候 很多人就已经非常激动的 要准备打我们的脸 对吧 特别是因为它都跟开票秩序有关 但是我们 确确实实非常明确的 给出的结论就是 拜登应该赢得 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州 然后会输掉 当然具体的相对得票率的计算 我们要等到大选的所有的票 全部开完以后 我们再准确的计算 所以这个我们就 刚才已经大致 我已经过掉了 事实上我们呢 就是我说了 我们在四月份 七月份和九月份 我们都算过 但是我们不能公布 因为公布了怕 大家也知道 怕被 被这个 accused of 干涉内政 我们是不能干涉内政的 OK 这张图我会稍微花点时间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了 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说 这张图呢 是一个分布图 就是说 那注意到就是在这个 灰色的这个概念 就是刚好是平局 就是双方各得 多少个选举人的票 刚好是持平 然后这边当然就意味着 是特朗普会赢 所以确确实实 你看拜登能够赢得概率 大大的高于特朗普 但是我们没有说 拜登到底会赢多少 个选举人票 但是从这个模拟的结果呢 就可以知道 他大致胜出最集中的 在这一块 就是大概在 290到320左右 是最最高的这块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峰值 那么 所以 在这张图上 我们给出的是说 拜登赢得概率会非常大 但是我们并没有具体的预测 他会得多少选举人票 好 然后接下来说 这个 在这个总得结果里面 我说的 这里边只包含了那些 就是 我们那六个州的结果 就是基于我们的 ABM的模拟数据 但是其他的州 我们就基于民调数据 那么特别是要 真正困难的模拟 就是去模拟那些 有可能有这个 就是所谓的 battle ground states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做呢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做的 就是用蒙特卡罗模拟 可能在座的有些同学 已经知道什么叫蒙特卡罗模拟 简单的解释 就是一种随机模拟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抽牌游戏 好吧 就我打个比方 比如一副牌去掉大小完 有一半是黑的 一半是红的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是一副完整的话 你把它洗干净 洗得很少 你去随机的抽牌 就是二分之一的改律 你会拿到一张红的 或者一张黑的 那么所谓的民调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面怎么把这个民调 和抽牌放在一起呢 就比如说我们说 某一个民调机构说 拜登会获得54%的票 然后特朗普会获得46%的票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误差区间 注意到 都有个误差区间 通常是在4%到4.5%的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误差区间里边 我们去抽这张牌 抽这个州会不会投给拜登 还是那个州会不会投给特朗普 那么去模拟一百万次以后 最后就会得出这么一个分布 当然根据不同的民调 他得出来的这个分布是不一样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可能 比如说四个月 四个月前我们抽出来的这个结果 是另外一个结果 三个月前是另外一个结果 一个月前是这个结果 然后一两星期前是这样的结果 但是总体来说 它是一种 就是说基于这种民调 用蒙特卡罗这种做法 是比较严格的 或者说比较科学一点 它比一般的 你盯着那个民调表说 我想想这个民调对还是不对 这个是你的主观印象 那么但是我们不关心 你对不对 就是我们说 假定你的民调 大致在你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自信区间 误差区间里面是可信的 我们去抽这张牌 然后看这些州的组合 所以我们说 我们没说特朗普的连任概率 是零 它就是很小 OK 那然后呢 肯定我们都是 凡是我们 每次预测 我们都是会中英文同时发布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 还是能够用英文发表 我们的研究论文 那么当然我们从16年开始 到现在呢 我们就是 每次都是提前几周 几天发布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是我们给出的 这个相对投票率 注意到我们 我们预测谁输谁赢 完全依赖 我们预测出来的 相对得票率 那么 现在看来呢 我们的相对得票率 可能还是会有些高估了 这个拜登和哈里斯的 这个得票率 但是我们还没有获得 后来百分之百的 那个计票记录 所以我们 但是我也就说 作为一个科学家 我们 不会不承认 我们有误差 我们该承认的就要承认 那么 至于说这个结果呢 我们确实四月份 七月份 九月份 我们都做了这个 就是ABM的模拟 而且每次给出来的 总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在具体的 相对得票率上 会有些差别 可能的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我们 这个模型里面 可能高估了 疫情对选举的影响 好 那个 至于说我们中间做过的 这就是刚才 我已经提到了 我们从16年开始做的 这个 台湾地区 然后地方选举 然后美国的中期选举 就是 然后大选 台湾地区的大选 然后 然后美国的大选 以前我们所有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也就是我们 从来不会删帖 我们也不会改动 我们的任何东西 我们完全都有PDF 你可以随时下载 你可以随时看 而且我们每一次 做完了都会做一个评估 那么今年这次的评估 我们估计得到下周了 说不定 因为我们会看 他最后的所有的完整的数据 好 我大概还花个一两分钟 我就讲完了 然后接下来由 王中元老师来讲 所以简单的说 我相信我们做的东西 是非常独特的 而且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东西的意思 就是说 没人 在我们 在我们之前 没有人这么做过 真的是突发奇想 一个饭局 这是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要时不时请唐老师吃饭 或者喝咖啡 那么 总体来说 我认为我们这个做法呢 有几个方面的创新 第一个就是 在理论和数据的交互驱动 它不是一个纯粹基于数据 它不是纯粹的基于 所谓的社交媒体 我们这里边 没有任何社交媒体的数据 我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在有互联网的时候 我就知道 互联网是最容易骗人的 就是假数据特别多 特别是社交媒体 所以我们是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过 要用社交媒体数据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 这个模拟 它会达到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 我们大致甚至可以看到 还原出 某一类的选民 是怎么投票的 或者说即将会怎么投票 另外一个当然我们就是预测和推断相结合 我们真正能够打开一部分选举的黑箱 尽管我们不可能知道 每个选民 他具体是怎么投的 他为什么投给特朗普 我们是不知道的 甚至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的很多选举 他不是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轴 比如说以前 很多所谓的选举理论 就是只有一个轴的意思 就是收入 就是平和负的差别 注意到 但现在有了什么呢 有了认同的差别 是不是 对啊 我认同这个 这个 所谓的黑人生命更重要 Black Lives Matter 什么 还有的是 比如说堕胎什么的 它有好几种 这个对立的面 那你怎么去决定去投票呢 说不定有的人 就真的是在走到投票 那一刻或者五分钟 他决定的投票 这些东西 对我们都不重要 因为我们算的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overall aggregate的 一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 它能够非常灵活 可以允许模型的多样性 比如说我们说 传统的用回归来预测 它通常回归模型 就是根本意义上 都是一个线性模型 但是ABM就可以非线性 你可以容纳非常多的 非线性 random的什么等等东西 都是可以解决的 好 这个估计就你开始了 是吧 好 下面欢迎那个钟原老师 好 谢谢唐老师 谢谢各位同学 以及在网上的各位观众 听众 刚才唐老师 非常系统全面的 介绍了我们的 这个技术方法 可能是更多偏 这个硬科学 然后我今天 接下来呢 会比较务虚 讲讲这个 远科学方面的东西 首先从学科角度 因为咱们是 与政治学方向的 大类是社会科学 那么社会科学 长期是关注 解释过去 就是解释性研究 或者描述性研究 那对面向未来的 预测性研究 是投入不够的 那从学科角度 我们怎么去理解 这个政治科学 预测性研究 以及它未来的 一个发展方向 提供一些思考 然后第二个 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 然后同时现在 网络上也是 一阵非议的 就是关于现在 民调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重复了 2016年的情况 就是数据死了 然后民调 是最不靠谱的 一种预测方式 那我也会做一些 初步的 preliminary的一个分析 那第三方面 就是谈一谈 一些有趣的话题 就是给大家讲一讲 美国大选 或者是 generally大选 它可能存在着一些 我们日常会碰到的 一些误区 因为大家都 耳熟能详 然后我们是 复旦大学的 优秀学生 当您有机会 去跟大家分享 和交流 或者遇到一个人 在你面前提这些 预测方法 或者预测工具的时候 你可能会提供你的一些思考 比如说 医务指数 还有这个 Bellwell的这个选区 等等等等 大家会 具体展开 那首先 why forecast 为什么我们要预测 预测是 基本的一个 思维的方式 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也好 在科研中也好 你们都会 去做一个预测性的判断 不光是想去理解过去 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 而是想去决策 同时去影响未来 或者是说 你会预判 未来的这个情况 景象会影响你 以后的这种生存方式 和你的这个态度 和行为的方式 所以因此 每个人都有想预测 未来的一个冲动 所以在很多传说 在很多神话 在很多这个文学电影作品中 都会出现 想去预测未来 以他们的这种超能力 但是呢 学术研究 是否应该参与 这个预测性活动 这个是一直以来 是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特别是在中国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那为什么呢 首先可预测性 那很多人会说 人类社会是一个 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 有着错综复杂的 这个变量关系 和作用机制 且受到不可观测因素 和随机事件的影响 因此人类的活动 本质上 是不可预测的 所以你就不要去 不要去预测了 这不是一个 学者或者一个 科学家 你应该 engage的事情 那第二个观念 就是认为 你看 科学家 其实做了很多预测 但是 你们没有预测到 很多重大的 政治事件发生 例如苏联解体 911 阿拉伯之春 特朗普当选 英国 等等 这些黑天鹅事件 同时很多人统计过 就是说历史上 专家预测的这个准确性 跟喝醉酒的那个黑猩猩 然后去 人非雕差不多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社会科学 他长期关注于向后看的 这个描述性研究和因果解释 以及假设检验 聚焦于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 对向前看的预测性研究 它的激情和投入相对较少 同时呢 预测是一个高风险的 这个 刚才唐老师也说到 它是一个冒险的一个艺术 那很多学者认为 社会科学应该保持一个 架足中立 我认为 如果预测了 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事情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所以我尽量的 跟它保持距离 最后一个呢 因为大家能够提到 现在的网络社会 还有在现在新闻媒体上 就非科学性的 预测大行其道 那很多预测活动 缺乏科学的数据 和方法的支撑 并且由于随意性和娱乐化 大家都当成一个玩笑 或者是一个 博眼球的一个操作 所以失去了大众的信任 所以这些零零重重加起来 大家其实是对预测性研究 是保持高度怀疑态度 一方面你可能 没有办法做这样的预测 第二方面 你一直预测不准 同时呢 你现在你看 大家都已经 把它玩坏了 所以呢 在我们社会科学 特别的政治学界 这是一个非常 具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 但是我们尝试对它 作成一个类型学的分析 就是把社会科学 或者政治里面的一些事件 我们做一些 类型学的划分 首先是 我们还把它分成 高度可预测的事情 它是一个极端 那另外一个极端呢 就是高度不可预测 那其实大部分 社会科学的事情 是基于两者之间 就是审慎的可预测 为什么呢 这是基于几个的评判标准 一个是你对它理解多少 就是你的知识积累 第二个就是数据情况 第三个就是 你预测会不会改变 它的运行的轨迹 就是你预测着它 却发生了变化 那你永远跟不上 它的这个变化 同时这个预测方法 和手段的这个积累 那高度可预测 就是你既非常认识 非常了解 然后对它的这个研究 也非常深透 所以变量关系 影响机制 非常熟悉 同时在数据方面 也掌握很多数据 但是你的预测 不会改变它的行为 它运行 对象的运行轨迹 同时你有很多 多元的预测方法去做它 那这个是高度可预测 那相反 你既不了解它 同时又没有数据 同时你的这个预测 可能会改变它的这个轨迹 同时你的预测手段 也非常有限 那这个事情 很多是高度不可预测的 那像选举预测 其实是属于 审慎可预测的一个范畴 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 比较政治学也好 还是国别研究也好 其实很多的学术 政治学的研究 已经对这个国家的选举 进行了大量的这个积累 所以它在 比如说哪些因素 会影响投票决策 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因果 还有这个相关性的分析 同时呢 选举数据 也是在不断的积累 数据的这个性造比 还有它的丰富程度 和它可及性 也不断的提高 同时它在预测轨迹上 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我预测 但是我这个结果公布之后 我不会可以控制 像比如说我们晚一点公布 对吧 会控制它对这个 预测对象的 这个发展轨迹的影响 同时这个方法 实在不断的丰富和积累 待会我会讲到 这个方法的多元性 所以 社会科学 政治学 应该参与 我们认为应该参与 预测性活动 同时应该聚焦于 省省的可预测这个范畴 不断在 这个知识的积累 和数据的这个收集 以及预测方法的改进上 不断的推进 当然了 我们也要明白自己的局限性 因为你对这个政治现象的理解是局部的 你的数据 你在质量上 丰富到可及度上 也是有局限性的 同时你的手段和方法 可能也存在一些误差 所以 是允许失败的 同时我们要科学的 应对这个失败 待会我会讲到 同时呢 我也会讲到 这个 即便我们强调预测性研究 但并不是说排斥否定 或替代 已有的解释性研究 相反 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 我们把它描绘成一个双螺旋的结构 就是解释性研究 可以为预测提供一个议题和领域 比如说选举 比如说政治风险预测 或者是冲突预测 国际冲突预测 这个唐老师也会在做过关注 同时呢 我们可以借助已有的解释性研究 比如对美国大选的 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学的分析 可以看哪些变量 会影响到这个结果 同时我们帮助我们构建这个模型 同时呢 我们这个预测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复盘 然后用已有的理论和知识 去解释这个结果 这是个因果机制的 这个机制 mechanism的解释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说你简单的得出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就是 这是我们的目标 相反 这个结果预测的过程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 人类的这个选举行为 这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原景 那反过来呢 预测性研究 也可以帮助推进解释研究 不但优化的理论 同时检验这个理论 为什么选举研究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想想 选举 可能是 人类社会 可能觉悟仅有的一个 人类群体性活动 它有一个明确的时间 明确的一个地点 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结果 并且精确到百分之 007 很多预测都做预测 但是这个预测 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或者永远它不会发生 所以 你不管有个预测 你没有办法 用这个结果来检验你的 这个预测行为是怎么样 但是选举不一样 选举会告诉你 在哪一天 11月 的什么多少号 会给你一个 美国大选的一个选举结果 白天赢多少 川普赢多少 所以这个结果反过来 一个明确的结果 你才可以去反思 去检验 你之前选取的一些变量 构建模型 和整个运行的这个结果 包括我们的方法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珍贵的 一个预测性研究的一个机会 哪怕冲突预测 也没有办法达到 因为你预测 可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在哪一段时间 会发生一个冲突事件 但是可能冲突事件 它后来就没有发生 那你就没有办法 回来去检验它 所以这是选举预测 里非常珍贵 我觉得我们应该 把握好这个机会 用选举性预测 然后回溯 然后去推进 解释性的研究 同时为解释性研究 提供的一个方向 再者呢 预测性研究 也可以提升社会科学 政治学的一个应用价值 还有政策制造价值 如果你很早就制造 像比如说我们四月份的 结果也是比较稳健的 那这个时候有将近半年的时间窗口 在这个时间窗口里面 相关的企业 相关的政府 一些国际机构 就可以做出一些政策的研判 和应对的这个策略 那这是我和唐老师去 今年年初在政治学研究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谈这个学科角度 政治科学预测方法研究 以选举预测为例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 除了刚才谈到的几点之外呢 我们也提出了 总结了 现有的各类的选举预测的范式 其实民意调查 民调只是选举预测范式里面的一种 同时 还有很多 其他不需要民调 或者是 也有版图民调的这个预测 但是它跟我们不一样 那我们总结了四类范式 首先是意见聚合的范式 就是大家根据你对选举结果的一个判断 和预见 去表达你的态度 或者是做你的决策 包括民意调查 你公布你支持谁 或者是你觉得谁会赢 还有博彩市场的投注 还有群体性智慧 还有专家调查等等 这就是基于你的意见 就是你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判断 然后个体的意见 聚合成群体的意见 然后去预测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模型 模型又非常多 那我们突出几点一个指数模型 就是构建选举人的这个指数 除了唐老师讲的这个颜值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你的履历 你的这个有没有当过这个政客 还有你的这个学历 对吧 还有你的重要的有没有丑闻等等 这些都是构建 可以构建一个index 然后去做预测 还有结构性模型 包括经济的指标 包括这个实验率等等 就是结构性因素模型 还有这个选举周期的模型 就是这是一个自回归模型 就是当届的选举 可能跟上一届和上上届的选举 有某种关联性 因为它是有一个cycle 然后还有混合范式 就是把前两种范式 通过某种加权组合的方式 进行总和 还有目前近几年 因为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 因为网络 社交媒体的突飞猛进 这个网络数据 就指数据的增长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大数据的方式 来做这个预测 甚至用机器学习和情感分析的方式 来这个测量这个支持度 这是现有的一些预测方式 但是我们的预测方法准备 就是致力于提出第五种方式 就是我们跟意见聚合不一样 跟模型不一样 跟混合模型 方式也不一样 跟大数据也不同 那我们想做的一个是基于行为体 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意见聚合 还是模型方法 还是混合 还是大数据 它不是基于那个agent 选举行为是一个 决策群体 做出他的投票决策 根据他的自己的身上特征 以及他面对的各种结构性的 结构性因素的一些影响 然后受制于这个选举制度的 这个影响 最后做出自己 是否去投票 以及投给谁的这个决策 所以他是一个agent的一个决策行为 那前面这种范式都没有涉及到这个个体 最重要的选举的行为决策者 他是怎么behave of it 那可能 刚才唐老师已经非常详细的介绍了 我们的这个防征模拟方法 那大家可能非常感兴趣的 也是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 就是民调 所以我们来谈谈民调 简单的民调就是 我问你 就打个电话给你 当然了 这个民调里面问题很多 不光是一个问题 通常民调会问你一系列的 是关于你投票意愿 关于你个人背景的一些这个信息 但他公布的时候就问 会公布 群体会决定投给谁 这是一个prose的一个方法 但是这也是非常初级的民调 所以现在很多是做这个pro projection 什么意思 就我拿到了 美国民调公司非常非常多 有主流媒体也在做民调 还有专门的像以前Gallup 像这个PO他们也在做民调 所以各家的民调公司 他们的抽样的方法 他们marry的这个策略都不一样 那么很难去判断 当然也有一些 判断他指南方法 就很难你通过一家的民调 来判断 这个选举的走向是什么样 所以大家觉得 那应该怎么样呢 把这些信息全部都综合起来 把一个民调当成一个data point 就是数据点 然后你去做这种综合民调 或者是说 做民调的某种模型 在技术民调基础上 做民调某种模型 再去预测选举 但是这样做的一个基础 就是民调 它是本身是有很多的偏误的 首先一个是测量偏误 测量偏误就是说 你在设计这个问卷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warning 就是它的描述方式 还有问题的排序 你的问卷的设计 你问卷访谈方式 你是上门电话还是网络 不同的这个访问方式都会影响到你测量的有效性 所以这个测量偏误是有点是很难避免的 有的时候基本上是在3% 还有一个是覆盖偏误 覆盖偏误就是说 这个民调 没有咔误到某一个群体 比如在美国大选里面 可能就没有咔误到一些 比如说 它常年 如果是电话访谈的话 它不在家 它晚上一直在工作 在加班 所以你打一个电话 两个电话 它都没有测量到 比如说黑人 还有就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 大家有些民调公司说 他们很难reach 一部分生活在就是中西部州的一些农村白人的年纪较大的群体 因为他们对这个民调非常反感 他们就拒绝回答 所以这个覆盖偏误也是比较大的 很多人认为在这个做一些统计的这个总结之后发现 如果你加上把测量偏误和覆盖偏误加上 它的这个error基本上会在6个甚至7个percent 就是说你这个波动的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还是很大的 同时呢 民调参与者有自我选择 刚才说的 他拒绝回答 就是这个应答率现在非常低 有些应答率甚至低到10%的以下 也就是说你打100个电话 最后接电话回答你问题的就不到10个人 所以这是为什么民调的样本量一直非常小 多的2000个三个已经很大了 有的甚至五六百 因为他要实现1000个或者五六百的样本 他要打六七千甚至上万个电话 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并且他越到选举的时候 他民调的这个频率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频繁 他一天可能要做两个上文下文了 还有就是 再一个就是民调参与者的这个犹豫的误导 有些是shy voters 我就不去回答问题 因为我像这个叫这个隐藏选民 当然我们写个文章说隐藏选民这个现象 它存在 但是它没有影响到这个2016年大选的结果 但是它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投票率 就是我问了你会不会去投票 然后或者投票谁 但是你最后 就是我们的民调是根据你当时的回答 做出来的一个matter 但最后你可能没有去投票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并且很多没有去投票是系统性的一个偏差 因为很多 因为美国选举 它不是在一个周末或者假期 它是在11月的星期二 所以很多人 它没有办法去 对 然后还有就是调权的问题 就是很多 刚才说到一些 人 一些的选民和群体 它没有办法覆盖到 但是它或者有些它过度 这个survey了 比如说在2016年 大家发现 过度调查了这个 交易程度比较高的这个群体 那它就要通过这个加权 调权的方式去降低这个群体 在整个测量里面的这个比率 但是这个调权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science 它是个art 所以人为的这个因素 叫freedom of researchers 就研究者的这个freedom太大 所以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这是一个 在yes minister里面的一段 很有意思的 聊述 那它这个没有时间放 它就是问了两套问题 它就按照它问题的设计去回答 那最后它得出两个 相反的一个意见 就是说是支持这个政策 而反对这个政策 所以这个 民调里面有非常多的 trick的地方 那再具体一点 更形象一点 跟大家描述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民调是在这一碗 这个咖啡豆里面 或者巧克力豆里面 去选择一个样本 就是你瓦一勺 那它有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这个群体 你可能把一勺里面 黑色的有两个 它代表性过高 但是呢 黄色的没有 那这样的话 你通过这一勺里面 这个群体的投票的倾向 去推断整个 整体的一个投票倾向 是非常困难的 同时呢 它也会存在很多 人为的干预的因素 在里面 但是呢 我们现在媒体的报道 包括大家日常理解中 没有区分 我们对民调的精准性的 一个判断 这是New York Times上 一张图 觉得做得非常好 就是我们讲 一个民调 金不均准 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不是金 第二个 是不是准 那我们这样可以 画入四种类型 一个是你既不金 又不准 所以你没有 秒定它的这个核心 同时你 这个误差太大 那还有一些是 不准 但是很精确 就没有准 但是它的误差很小 就集中在一个区域 那第三种情况是 准而不金 它非常准 就预测对了 输赢预测对了 但是呢 它没有精确到 那个得票率 所以我们追求的 其实是它既准又金 就不光是预测 谁最终获得了 这个赢的那个选举 同时我们要预测 它进去的 这个得票率有多高 但是呢 大家往往把 前三这个混为一谈 就是如果你没有 既金又准 那你就是错误的民调 那其实并不是这样 现在大部分的民调 很可能坐在 今年的民调 出在这个准而不金 就它预测对了 这个每个州的 一些摇摆州的 这个胜负情况 但是它的这个误差非常大 那我们初步统计了 目前的这个民调的 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现在讲 民调的误差非常大 并不是基于单个民调 而是基于民调的综合 但是综合民调 它以不同的综合的方式 包括你选取哪些 这个基础的这个数据 来做这种综合 以及你综合的这个 价权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都会有一些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 538网站做的民调综合 RCP做的综合 会不一样 同时我们也基于 我们自己的评级 做了一个B级以上的 所谓民调的一个测算 大家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今天中午 这是大选的一个 相对得票率的一个结果 就是除去这个第三方的影响 就是我们通过 这个它有具体的得票的数量 就多到几百万张票 然后除以它的总数 得出这样的一个相对得票率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一些摇摆州 还是挺准的 就是它的误差的范围 在一到两个百分点 比较高的是威斯康辛三个年 当然了 这是拜登的得票率 就是它的一个 准确性情况的评估 那我讲到一到三个百分点 是指这一个候选人 当然有些学者 有些研究者 观察者会提出这个误差应该double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民调公司在公布 这个结果的时候 会说拜登领先川普多少个点 比如说他在民调之前 选举之前公布的 是拜登领先川普三个百分点 但是在最后结果出来的时候 发现反过来了 川普超过拜登三个百分点 那这样的误差就是六个点 大家觉得对吗 就是民调的误差出现了六个点 是说你是one side 还是two side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值得思考的 现在大部分的媒体和民调公司 这个有一个误导性 就是认为 这个arrow的测量是 你说拜登领先三个点 最后拜登输了三个点 那么这样一振一副 最后民调的误差是六个点 大家觉得是吗 所以这是媒体给大家的一个信息 对不对 你看你错了六个点 但实际我觉得应该是以单个点 因为它是一个零和 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你是认为是六个点的话 就是你认为 这个民调应该改进六个点 才能达到 就是准确 绝对准确 对吧 但实际不用 民调只要改进三个点 它就可以实现精准预测 所以它的误差是三 而不是六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当然现在这个民调公司公布的方式 和媒体的报道 和大众的误解 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些误解 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澄清的一方面 我可能要加速了 那我们对民调也做了蛮多的一个研究 就是我们团队在过去的一年多 从1月1号开始 到11月一直在跟踪所有民调 就是比如说这是佛罗里达州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选举的早期 它的民调的这个评次和做民调的这个民调公司的数目是非常少的 然后到后面 它参与的民调的机构越来越多 评次越来越高 到后面越来越密集 这上面是这个 它的这个approved rating 就是它的支持率满意度的一个测量 然后中间是 我们分了A级 B级 C级 D级 还有无评级的这个民调 当然它没有 这是一个互动的一个模型 但是因为PPT上它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A级 B级 C级 D级 然后它出来不同的民调 其实同时可以从直观上去判断 A级 B级它们的误差的这个分布的范围 同时我们也统计了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 但是可能高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个方面 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 包括族裔啊 包括教育啊等等 就放不下了一些变量的分布 这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些情况 同时我们还要做了一个 我们认为民调 它除了最后十点的一个预测 比如说在选前一天或者一周 或者一个月 它的一个预测状况之外 我们要看它的历史的波动情况 这个民调是不是非常的平稳 还是说出现了交叉 还是说在最后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佛罗里达州 我们统计了从2014年到2020年 民调的一个在选举年 它波动的一个趋势 大家可以看到 在佛罗里达州 在选前的一周到一个月 甚至一个月 它都有一个收敛的一个趋势 就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但是在有些地方 它会拉开距离 所以我觉得 观察这个民调的历史波动 比你观察单个民调 或者是一个小时段的民调 根据预测意义 那总结一下 就是民调它是一个 Science of Estimation 它是一个估测的一数 那美国民调委员会 他们就提出 就是现在还太早去分析 我当然是刚才提出的是 一个Penuminary的一个结果 他们认为 现在去得出结论说 民调出现的巨大误差 可能会有一些误导性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从初步来看 我们要矫正一下 我们对民调误差的一个理解 但是民调 这次确实出现了 在一些州 在一些县 确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我想这个问题分为几个方面 首先是创纪录的这个投票率 是1900年来最高的一个投票率 出现了很多首投足 或者是以前不投票 就是参与投票的人 那这部分群体投给了谁 以前是没有记录的 就是没有历史数据 去判断他的这个投票的倾向 那这方面 他们出动率 就投票率 有多高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需要 结果出来之后 再进行这个复盘和总结 再一个就刚才说的 这个覆盖无差 第三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细分群体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做民调的时候 会把比如说一个群体 做一定范围的这个样本 比如说拉丁裔 那但是拉丁裔群体内部 它又分为来自古巴 来自墨西哥 和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 这个族裔 那我们发现 为什么民调 这次在迈阿密 就是在佛罗里达州 出现这么大无差 而在阿里桑那 没有出现那么大无差 这两个地方都有拉丁裔 但是一个是来自 弗罗里达 美亚密很多是来自古巴的 阿里桑那很多是来自其他地区的 但是古巴的 他们非常痛恨 这个卡斯托罗当时的社会主义 所以当时川普 他在这个很多场合 包括他的那个推特上都说 拜登是要恢复社会主义 就带领大家进入这个社会状态 所以这些人都 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 对吧 你再让我回到旧世界 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会有一些恐惧 这是一个解读 当然是不完全 这需要数据的支撑 第四方面就是刚才说了条权 第五方面就是 可能存在第三方分票的情况 第六个方面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需要 更多的连线的这个数据 和不同国家的数据的支撑 就是可能存在一个川普的效应 我们发现在没有川普的情况下 民调好像更准一点 比如说在民主党初选中 没有川普 拜登和这个桑德斯和这个 Warren 还不错 在18年中期选举的时候 也还不错 因为中期选举不是选总统 是选委员 是不是有川普的地方 就会出现误差 这个是有意思的一点 还有川普他 这个在选票上他的排名 是他排的第一 他排的第二 不同的候选人 他放在哪个位置 这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 这个是非常细节上的一个判断 那如何科学的面对预测失准 我很快讲一下 就是方法运用不当导致的问题 和方法本身的问题 我们要去分开来 同时误差和错误 要应该分开来 同时我们需要建立一套 检验预测结果的 一个客观的标准 科学预测是一种概率 及其分布 那除了精确度 主板还要兼顾超前性 因为政策应用价值 它是透明性 你让大家可以知道 你这个方法具体是什么 同时可以解释你 你这个出来之后 你可以去解释 它的因果机制是什么 最后别人如果来做的话 它可以可重复 replication 第三点就是 科学预测是可检验 可复盘 可改进的预测 失败可以帮助我们 更进一步推进 提升数据质量 优化模型的选取 反思选取等等 但是预测还是面临 不可观测因素影响 包括过度的理合 因为你理合了历史的数据 但是不一定能够预测未来 有句话说来着 就是懂得了人生的各种道理 但是还是过不好下半身 就是你懂得了人生的各种道理 因为这个道理是历史上 你积累下来的 你的人生经验 别人人生经验总结的 这是对过去理合得很好 但是你依然没有办法用它来 过好你未来的一生 所以这个过理合的问题 也很严重 还有这个样本外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 鼓励更多学籍的努力 同时也希望得到社会的宽容 有政府的支持 再一个就是 最后讲一个section 就是选举预测 可能存在了一些误区 比较好玩的一个部分 那在10月底 我参加了一个北京大学和海图 他们做了一个会议 然后我在会议上就分享了一些 初步的一些想法 就是关于这个选举预测 它可能存在了一些误区 包括这个cherry picking 还有这个Goth Phoenix 还有这个指示登选区等等 我没有办法一个个去讲 但是我会挑几个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cherry picking 它字面上的意义是说 栽樱桃 它其实是一个选择性的 一个报道 或者是一个选择性的忽视 怎么翻译比较好 但是我想说的是 实际上任何一个观点和一个结果 你都可以去找10个理由去论证它 同时我也可以找10个理由去反对它 所以这种所谓cherry picking 就是在一个樱桃树上 你可以去找10个红彤彤的樱桃 然后来告诉你的同伴 说看这个樱桃树 果子多么的鲜美 这个樱桃是非常非常好的品种 好 同时你可以找这个 对 三个坏的樱桃去做我们这个 所以你可以找比如单个民调 可以找碎片化的数据 可以找所谓的十大迹象来论证 但是这个是你选择性的去寻找一些信息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第二个是你的goth feelings 就是你已经有一个基本上判断 你凭直觉去说 我觉得 我感觉谁会赢 我一直认为 怎么怎么样 虽然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或者是我坚信 大家都认为 但是我还是相信 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词习造句 可能大家在上生活中会遇到 这些口头禅 或者我读 谁会赢 那这些都是基于你直觉 goth feelings 做出的这个预判 是没有一些变量关系 也没有一些数据支撑的 那 刚才提到群体型智慧 其实 那它是不是一个 aggregate goth feelings 每个人 基于自己直觉的一个判断 然后 做出你的一个预测 比如说 你认为谁是谁会赢 然后大家一个民调 把这些认为的数据 集合起来 它是个expectation survey 就是选举预期调查 那么这是一个群体型 群众的智慧呢 群众眼睛是悬量的呢 还是说 把大家的这个goth feelings 集合起来 还有就是博彩市场 你认为是会赢 然后你去投注 然后这是RCP的这个博彩市场的一个结果 你看拜登的这个赔率是要高很多的 然后 嗯 好的 好的 嗯 好 我可能讲得太详细了 谢谢唐老师 那crow sales 就是竞选集会的这个人数 大家可能会看到 川普的竞选场面是人山人海 但是拜登通常是门口罗区 这是Trump crowd 大家就会认为 看川普的这个支持者 多么的狂热 多么的投入 多么的有激情 他的这个size有多大 然后他肯定会再次当选 同样情况会出现在台湾 对 然后韩粉其实这样 法国的梅朗兄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这个集会的群体是有误导性的 他也是有这个选择性的 同时他跟这个集会的这个组织方式 位置和竞选团队对集会的这个政策也是相关的 再一个就是风向标选区 大家会选取几个小选区或者州 认为这个州和小选区 它跟最后的这个国家和地区的选取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就认为这些风向标选区 是一个预测的地方 就是你只要获得这个地方的胜利 你就会赢得这个全国胜利 得俄州者得天下 所以俄亥俄比如说 他是1896年之后只适数了两次 就赢得他的就赢得了大选 1964年之后 你只要赢得俄亥俄 你就能够赢得这个整个结果 但是在2002年不是这样 那我们的预测就是 拜登他输俄亥俄但是赢大选 所以这还是比较大胆的一个预测 同样道理还有在这个佛罗里达和新墨西哥 这是历史上各个州 它的输赢情况 跟大选这种结果 它的这个一致化的这个程度 这是指示灯的这个线 就是在州里面有很多线 那么有些线的这个结果 也跟大选结果一致 甚至这个一致的这个表现 持续60年70年甚至80年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呢 它突然在有一年 下来了 就是它预测不准的 这是可能存在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就是这个demographic的因素 就是人口学因素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选民的结构性变化 第二个就是ponic alignment 就是政治的一个重组 导致了它这个州 对它的这个预测 没有办法捕捉到这个政治重组 和这个选民结构的变化 但是我们的这个 agent based modeling 它是可以抓取到这个 这个人口学的一些变化 这在台湾也是一样 所谓的章与你 然后还有义务指数 这选举应援产品 然后有没有义务指数 是有这个指数 但是没有关于川普的指数 你有有关于帽子的 这个义务的这个商品的指数 有关于这个采齐的采齐指数 但没有把说川普购买了多少帽子 该买了多少这个采齐 然后拜登购买多少帽 多少采齐 进行一个编撰 然后去说这个选举预测结果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 同时我可以列了一些 为什么不靠谱的一些预测方式 但是我没有机会展开 然后选举预测本质 我总结一下 第一步你是要区别信息和噪音 第二步你要处理这个信息 这个处理不是非常简单 还是你要有系统化的处理的方式 但是系统化并不一定 一定是量化的 是模型的 但是你需要是有研究设计 有一个非常有条理的 处理信息的一个过程 最后你通过这个信息化的过程 一个处理 你识别这个投票的这个patterns 然后通过识别这个模式和patterns 来预判 研判这个选举的结果 那总结一下 选举预测它是一种思维方式 它是一种科学的 不光是一个工具 或者是一些数据 还有这个模型 它是一种思维方式 更重要它是一种信息处理的过程 它需要非常严谨的研究设计 同时选举预测的这个结果 需要增加大家对这个patterns的理解 也就是提升人们对选举行为和选举态度的影响 这个知识的这个积累 那最后是关于唐老师的 最后就是我的硬广 对 可以在这 有些那个感谢中原 那么激情澎湃的 这个比我有激情多了 但是好多内容呢 也不能细讲 所以 然后这个是 马上要处的 有的是已经出版了 这本已经出版了 然后这个是 估计12本能够出版 就是我过去几年 对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理解 最后的真正的进行 希望能够支持我做的串项项目 确实是我在串项 而且这里面充分体现了 计算社会科学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款 能够真正做到计算形成的 当然我们也得带领货 所以欢迎大家扫一下 感谢各位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 floor is open 所以大家都可以提问 但是我猜要让助教来 管理这个提问的进程 我需要在这 你也在这 我猜我们两个 公文 好的 谢谢陶老师 王老师 在座的同学们 首先可以获得出现机会 有哪位同学 针对两位老师的讲座 和刚才出现的 一种计算文 是不是一种项目的 有理论的 现在可以提出 有没有同学可以举手 这边 好 王老师好 就是 其实刚刚老师 有介绍的那个 就是进行一个 美国大选的一个模型 然后其实我对 我对这种预测 其实是一直抱着一种 怀疑态度的 因为我觉得 很多时候其实 连在选举前的一个月之内 很短的时间内 更不会有可能就产生出 重大的舆论新闻这样子 比如说什么什么门 然后会对选举结果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是直接改变 因为舆论的风向 对这个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选举影响还是挺大的 虽然就是 老师这个预测模型 可能就是说 就是想避免就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我们称之为冲击 是吧 对 是的 这个我们都充分考虑过 那么 比如说我们就用新冠来说吧 这个新冠 就是大部分 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不大可能 去捕捉它对这个 选举结果的影响的 事实上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用间接的办法做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最主要的 当然就是对经济的冲击 新冠会对冲击经济 那失业率的下降 当然就会什么 削弱通常在台上的 这个一个支持率 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比如说像死亡率 它会对psychological的一个东西 那么事实上 我们不能细讲了 但2018年我们在预测 那个West Virginia的那个参议院选举里边 我们就充分 我们认为反而是我们这种方法就可以度量 这种所谓的冲击事件的影响 以前大家就只能拍脑 比如说最后一枪到底有多少钱 值多少张票 以前是你只能是争论不休 然后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这个就刚好解决了 那我简单回应到最后一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称之为叫一种 就是一个normal的选举 一个baseline模型 所以这个反而它有强大的power 也就是说你想到的 你可以想象任何一件事情 我可以去模拟它 捕捉它 这才是它的真正的power 那么至于大家想去想象它的power有多大 那我就让大家想象了 好吧 钟原这个问题我也不让他回答了 下一个 那个唐老师你好 我有一种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我也看到 就是网上关于这次选举的那些 就是大家的那些讨论 我发现就是大家在之前之所以 可能会对唐老师产生一些误解 是不是因为在途票的那个计划过程当中 出现了特朗普在一度在一定时间内 出现一种强势反复的那种计想 所以我就在想 那这种计想到底为何会发生 这个不知道唐老师你有什么见解 我没什么辩解 这很正常 因为今天这个选举特别特殊 因为它有很多是没有硬 就是这个邮寄投票 那么而且以前可能还有这叫 就是他们叫early voting对吧 就是提前投票 所以他的计票会比较慢 但是我在微博上都宣示了 我们对我们的研究有信心 我让钟原解释一下这里面的投票 对大家心里会有影响 所以一堆人会骂我们 或者等着准备骂我们 后来他们都把微博删掉了 谢谢这位同学 我觉得问题非常好 这里面需要大家可能对美国的选举体制 和这个选举的开票的过程 有一个比较细致的了解 首先从选举体制上来说 就是美国的选举是一个高度碎片化 高度地方化的选举体制 每个州他的投票的方式 开票的方式 开票的程序都不一样 再一个就是 在具体的开票过程中 刚刚唐总是提到 就是有很多邮寄投票 这是一方面 就是很多地方是先开邮寄投票 或者先邮寄投票和现场投票同时开 但是在一些摇摆州 它是先开这个现场投票的 然后再开邮寄投票 大家知道邮寄投票 民主党的这个选民 它更倾向于邮寄的方式投票 这是历史留下来的一个经验 就是在上一届它也是这样 邮寄投票它也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邮寄投票在2016年 它的比例占将近四分之一 今年将上double了将上一半以上 所以邮寄投票 它的开票过程慢 然后它让这个拜登的这个支持率 慢慢慢慢的这个就是释放出来 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在美这个开票过程 跟它的这个选票规模有关系 就是在农村选区 因为它的人口比较小 选票比较少 然后老百姓老龄人 然后很早就投了 然后投到下午四五点钟 它就投完了 比如说这个county只有几万张 然后投完之后 大家就可以开票 很多它提前结束了这个投票 所以它就提前结束就提前开 大家知道在少数在内陆 在少数多为农村化地区的一些地方 它很多是尽量于支持这个trump 所以它这个票会一开始就会非常非常高 但是到这个都市化地区 它就对 慢慢慢慢的就会在 在在 这个拜登的选票开始回来 对 这是它的开票程序的一个影响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像中国这样 派大家都去一起训练 培训大家一起开票 然后不睡也要把票开出来 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心理的波动 就不会出现这么所谓的反转 科学就是科学 Science is science Science is the willingness to risk failure 就是我们既然工作了 那就是我们 错就是错 对就是对 我们不会改动 下一个 先这位女生 然后这位男生 老师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像这样的模型 往后发展成熟了 假设在 比如说特朗普 或拜登的团队 他们的这两团队 也有进入这样的模型 去进行了一个预测 那他们对预测的 特别是对摇摆州的预测结果 在此基础上 再进行了一些后续的应对的话 会不会进而又对这次的选举 再给它增添了另外的一个额外的因素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那两边团队不停的进行反复的对抗 会不会造成一个就是预测的 其实更不可预测心 这个问题很好 也很聪明 非常聪明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称作为叫 我们经常说有的叫 Self-fulfilling的这个prophecy 还有一种叫做 Self-disproving的这个prophecy 就是类似这种问题 那么如果说我相信啊 这些技术慢慢会越来越被应用到一些 真正的真实政治历史中 那么但是我们要想象 这都是一个军备竞赛 你有我也就会有 然后慢慢大家都有了 最后可能会cancel掉一部分 很多时候我简单的用个比方 就是说比如说贾定五和中原是 两个党的选民 事实上我们两个人都去投这张票 我们对选举的结果一点影响都没有 要真正影响这个选举 要么我去投了 他没投 要么他投了 我没投 要么我倒戈了 要么他倒戈了 注意到 所以很多时候他确实需要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我相信就是说 但是我想我们这种研究会表明 就是说很多大家觉得这种campaign strategy 就是所谓的竞选的策略 可能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没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因为你有招我就会去对冲它 大致 我简单回到当中 因为再万下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想象很多人会使用这种类似的技术 但我们申请了专利哦 好 那位呢 我补充一点这个问题 我经常简短 就是如果大家研究美国选举的话 大家会关注 特别是在美国大选里面会关注两本书 一本是在上个世纪应该是60年代出版的 叫American Voter 然后在08年和09年又出了60年之后 出了一本叫American Voter Revisited 这两本书的一个大致的结论是说 美国选民他们的投票的倾向 80%多甚至高达90%是稳定的 并且是沿着政党的这个认同在投票 所以为什么川普 我们都觉得他做了这么烂 然后疫情这么这么差 他照样还是获得至少40%多 42%的这个44%的选票 所以他可能是历史上获得选票最高的失败者 在美国总统里面 老师你好 我是对于进行预测这个情况 有一些小小的恐怖 就是我们去预测这个结果 实际上他可能并没有改变说 没有帮助那些选民成为 更懂得这个他自己的需求 或者更应该怎样去利用这个需求 去为自己或者国家投出更合适的一票 就比如说其实也有很多投票压制的影响 其实就像这些 这些领标的或者民族的这个模型 它实际上没有帮助实际的这个政治 投票的这个环境在变得更好 这不是我们的目标 那是我们预测的都是注意到 美国或者我们的台湾地区 那是他们的权局 我们不干涉他们的权局 也就是说我们的预测也没有打算干涉他们的结果 我简单的回答到这吧 最后你看你的时间 那我们场面的同学在最后的两个问题 先让作为前台的这个两个解决 老师好 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很简短 但是我一直想不走 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他 就是如果在游戏 未来要不要走社科的学术物的话 要想清楚哪些问题 然后要做什么 这问题我以前大概也都回答过很多遍 然后简单说你要关心关怀这个世界 那么你听从你内心的曲导 然后努力 因为其实做好的社科 其实我个人觉得比做好的治科并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很困难 其实所以这是完全是 发自内心的这个core才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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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请问一下 您刚刚说过 在做这个日策的过程中 会考虑掉突发事件对于这个日策的影响 最后我很好奇 川普的情况一件事情 带来做到的影响 而且是 对于川普正面的抗讯性 根据我们的研究肯定是负面的 至于它的到底有多大 我们估计的也都是一个区间 按照我们现在没有完全复盘吧 我估计在负2.5%到负4%左右 就是如果没有新冠 那特朗普的可能获得 就是获得再次进入主白宫的机会会更大 这是可以估计的 但我说这种估计 没有人能知道那个确切的那个量 但是是一个区间 但是是可以估计的 对 就像我们上次估计福吉尼亚 西福吉尼亚那个冲击一样 它是可以估计的 对 我补充一个 这个工作我们做过 就是说去测量新冠对这个选举影响 大家可以看 刚才我看放的佛罗里达那张图里面 我们就展示了这个新冠疫情的人数的这个变化 以及民调的这个变化 它其实可以做一些分析 并且我们可以做一些一些匹配 可以看到就是同样性质的两个county 它在受新冠冲击 或者是确诊人数不一样的情况下 它的支持率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们大致可以测出来这个net effect大概有多少 但是我们也承认就是我们现在初步的复盘 就是有可能高估了 就我们在这个模型中有可能高估了它的这个变化 就是说我们要区分一个就是 新冠对选举的影响有两个基本机制 一个是它直接对你的心理的冲击 对你的整个对这个川普的这个认识的一个冲击 第二个就是对就业 对你的生活的影响 对吧 还有对你的这个生活便利度啊 还有就是甚至对这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影响 这个是间接的影响 我们认为间接的影响 可能比这些影响更加的这个来的这个重要 对 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东西我们也只是现在是猜 但是我说了我们这个办法是允许 所以我相信会越来越允许我们估计这类的事件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好 那么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网上质问的同学 收到非常很多热情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一个跟当台这位同学问的比较相关 有一个网友问 是否有冲击事件的话就必须调整你的变量 不一定 简短的说 不一定 因为我们找到的 我们说的很多时候是 你要找到这个冲击事件 它能够影响这个选举的这个渠道 所以你很多冲击事件 它不是直接干预这个选举 它是就是通过影响某些其他的选举机制 影响投票人的这个 比如说行为什么等等 才有可能有影响 否则是没有影响 就它可能会让一些我们原来模型已经纳入的变量变得更重要 比如说 就业 就业 对吧 原来可能就业不是一个非常 大家就业力维持在一个水平 它不会是影响 但是突然就业力哗吃了一下 降了很多 因为疫情观的疫情的影响 那就业这个因素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但是它已经被我们靠在里面了 那下面一个问题是 王老师产队预测选举 这个预测的行为最早什么时候开始预测 或者说什么时机是最合适的 如何选择预测的时机 我们现在的预测的时机 其实主要是限于我们的数据收集的完整程度 到什么时间完成 那比如说我们2016年第一次做我国台湾力气的时候 那我们当时收集数据量 就是相对就比较少 因为我们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就是不到一年 那现在我们像美国这个 我们就从至少有三个的 我们从18年就开始收了 这个数据收集的越多越全好 但是收集数据是个非常tilious 就叫吃力不讨好 因为收集数据我做不出来 或者我做错了 大家还是会骂我 然后我的数据收集团队的成员 会非常的憋屈 但是没有办法 那这个是 所以我们主要是在于 收集数据第二次 能够在通过一定的计算法 模型筛好 那筛好的话 像我们美国这个我们是三月底左右 我记得是3月20号左右 筛完第一个模型 所以跟这个有关 所以我们这种技术就是 可以允许在基本上没有民调 或者民调非常少 甚至一年前两年前 你都可以做预测 只是比如说我们下次做2024年的 美国选举的话 我们可以提前一年一年半都可以做 因为我们开始有了这些州的某些数据 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地方 就是你的need time 就是提前的时间和这个预测准确性 它是一个trade off 就是你越往提前 比如说两年三年 你可能数据都没有更新到那个层次 那你可能提前了 就可能有政策应用价值 但是你的准确性会牺牲掉 但是你越往后像民调 它可能到选前 它掌握的这个数据越及时 然后还包括大数 网络大数据一样 到那个时候数据更加整全 那你的预测能力会提高 但是这个时候你的need time很短 那你的政策应用价值就会牺牲掉 所以它是不同价值之间的一个权衡吧 但是现在美国的群体预测里面 基本上认为六个月是比较影响的一个 一个事件 开始的事件 还有不少的观众对你们这个 APM模型非常感兴趣 不知道您是否错过我们的商业经理 第一个问题就是 APM预测可以允许的误差值 大概是多少 问的太具体了 然后还有一个相关的 就是在这个APM预测过程中 各级的投票行为 大选结果的和机具是什么 不知道您那时候可以能否回答一下 第二个我们不准备回答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简单的说 我可以透露的这个因为我们都获得了专利 就是说我们是我们用来预测 比如说我们预测2020年的选举 我们是通过200到2016年的选举来筛这个模型 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增加这个模型的要求精度 比如说我们第一轮就是正负10% 也就是绝对误差在10%的模型中 我们都留下来 然后我再筛一轮就是正负5% 那就说它的绝对误差在5% 然后第三轮就是正负2.5% 所以我们能够筛出的模型是很少的 最后剩下来的模型很少 那么所以我们公布的结果也就是说 我筛出的模型是正负2.5%的误差 那我公布的结果也是我们认定 它应该有正负2.5%的误差 至于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agent怎么影响就是靠投票影响 他决定去投不投票 第二次怎么投票 就这个没有别的 好的 最后还有一些关于这个伦理 涉到伦理方面的问题 就是很像刚才我们在场前面问 未来要不要选择社会科学 就是一个很开放很个人的问题 有一个这个支柱朋友问 很多中国的专家之前也做出了自己的 关于美国大选的预测 用的都是定性的方法 很多人都能够预测到这个拜登当选总统的 概率是比较大的 但是他认为 您这个方法是用了定量的方法 正确到小姐后面 但是最终的结果可能和其他的学者 也是大相近平 那么有人说定量方法就是用极其复杂的方法 论证了极其简单的问题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我可能得罪这位网友啊 这是我当然同意某些定量研究 确实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个常识 是有可能我也反对那样的研究 但是我们这个肯定不属于那一种 那么因为我们不仅只是算这个谁输谁赢 注意到算谁输谁赢是很容易的相对容易 特别是你到越近越容易 刚才钟原老师也讲了 但是我们这个就可以提前更久 而且可以做到就是说 可以给出非常前瞻性的这个结论 那这种结论的话 我相信对很多我们人类的一些决策行为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 这么说 唐老师不做浪费国家钱的事情 或者 那我补出一点细节上的 就是我刚才其实在PPT里面也展示到 就是我们的方法是可以被复盘 被追溯被矫正的 就是这个过程是对信息化的一个系统的处理 它识别它的patterns 那我就知道在哪个环节 哪个变量 以及这个变量的影响度 对这个结果有多大影响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疫情的冲击 我们多大程度上高估了它影响 就这个高估的这个比例又多高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复盘的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 让我们可以去知道 我们在哪个环节可能出现的误判 那就可以去在西亚来的这个研究中去矫正它 是吧 那好 由于时间有限 我想我们再问老师们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地哲学 有一个听众提出 色味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 他们面对打脸需要有不同的反应 尽管唐老师在讲座开始就提到 时刻准备的对反复打脸 但是预测这个行为 肯定就要投入很大的生育风险 您和唐老师和王老师是怎么看待 在关于这个预测中背后的一些有种较量 还有您也提到了真正假的这个问题 您是怎么权衡和抉择这些事情 您是怎么看待社会科学真正的这个普及化 还有它的这个精神精化里面的这些毛绿 他的问题是好多个 我只能记得前面两个话 或者说什么这个所谓的叫做Hodhawk 还有这个Fox什么等等 就是我个人认为那种分别 是完全基于脑袋直觉的一种分类 我们几乎不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只关心我们的技术 能不能解决我们想关心的一些预测问题 至于说那个伦理我不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伦理 就是我们我们肯定是不愿意干涉 这个任何的选举结果 那么所以我们公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晚 但是呢 这不代表我们认为这样的工作是没意义的 而且我们认为这种工作它可以 它不只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复杂角色分析中心发展 计算社会科学的其中的一个平台而已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技术 能够展现这种新依赖的技术 能够为人类社会解决很多比较有趣的问题 首先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 可以 好的 那么今天时间把握得非常好 今天讲座就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在座同学的大力支持 也感谢前来在B站观看这次直播的网友们 如果有期待的互动欢迎一部唐老师的个人微博 也欢迎大家一起关注 B站教育 B站通通号 以后会发布更多更有意思的企业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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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